我们十分疑惑是什么样的遭遇 让杨女士患有肝病的弟弟 特意从三亚赶过来 陪伴姐姐录制这期节目 杨女士说 这七年来不仅遭受家暴 而且还被男友跟踪 她已经是忍无可忍 我都很少出门 因为我害怕她在后面跟踪我 她还会跟踪你啊 是 怎么跟踪的呀 比如说我上班吧 她就把车停在对面 没跟踪 我就是把车停在单位门口 不是大门敞开的吗 我就跟她看着 她就能看我两个小时 我在干什么进出什么之类的 她都看着我 比如说我们同事进屋了 在屋里待了几分钟啊 她就观察得非常仔细 就像她们啊 比较不节制 这个的时候她就跟我打电话 她假装问我 她说你在哪儿呢 我说我在屋里呢 因为中午嘛 我说我在屋里 我说我刚吃完饭 我在屋待着呢休息 后来她说那个你在屋里 你跟谁呀 我说我没跟谁在一起啊 我一直不信你过来看看了 然后我就说她老没吃话 因为里外间嘛 我不知道同事在外边坐着呢 她不什么时候进来 我也不太清楚 因为里边有一间房 我说你什么意思啊 她说那个 就把电话给挂了 我心想你躺着 这男的进去就没出来 你跟我躺着躺什么呢 再一个 她俩好过一段 挂了完以后吧 她就进屋开始骂我 你什么骗人吧 你看现在不是有两个人吗 你凭什么就你一个人啊 就这样 就上去抓着我就打 抓着我的头发就打 拿着杯子就拽我 都知道 同事都知道 这听起来真是有点恐怖啊 所以我现在特别怕她 不是 根本就不是像她说的那样 我没有朋友 我有朋友全部 老跟她都得罪完了 她去打我们的朋友 我要跟谁好 她就去跟谁干 就跟谁打 没打过她朋友 就是骂我 是男性朋友还是女性朋友 男女都一样 比如说我的女朋友吧 五十多岁了 我们一块出去吃饭去 定了是下午时间 我上午就去了 说上午去 去了下午都没回来 我到那去找去了 打电话不接 抓饭以后 走到家的时候 就开始骂我 说你今天跟谁谁谁 出去吃饭 就说你说本来是下午 你为什么要说上午 就这么一点小时 就是抓着我就打 自己拿踩刀 看我自己 我赌气 他就看他自己 你提前有没有跟他说过呀 提前我也跟他说了 比如头天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第二天要去哪哪 然后我就告诉他了 他就说上午去 下午就没回来 再也打电话都没接 就是因为我们姐妹开店 让我去跟他布置那个场面 就布置开业的场面是吗 对对对 就你有没有跟他强调过 你上午要过去帮忙 说了 按说提前打招呼 他怎么还会这样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他不管你说这个 他不请你解释 因为为什么 他就没实话 然后他就不分青红皂白 对 就开始对你动手 对 他就有好多血 后来他就拉着我 拉着我 非得让我去找我的那个姐妹 他说就因为他 引起我们俩草的家 后来是怎么收场的 后来就是上医院了嘛 拿钱瞧病 瞧完病以后 他又不意味着 让人家赔钱吗 吃完这都以前的事了 到现在最近这几年 没有办法过这事 说实话 我挺难受的 真的 特别不舒服 从那开始以后 我就溯远了很多朋友了 是你不联系人家 还是人家不联系你 首先我不跟他联系 因为我不想再让他们为我 不想连累人家 对对对 为了我不想连累他们了 杨女士说 因为男友一系列 不恰当的做法 导致自己连个朋友都没有 于是他对现在的生活 忍无可忍 只能选择躲避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 男友四处找他 给他招来更多的麻烦 他上单位闹去了 向所有的同事朋友打电话 跟家里打电话 所有的人都打电话 就是找我 他上单位去闹 那我单位闹得非常厉害 去逼我们的引导 逼我们的同事 那有没有人跟你描述 他当时闹到什么程度啊 就是又什么吃什么药吧 什么的 什么120又来吧 让他上车他也不上 后来没有办法嘛 又弄到派出所了 他不接电话 他要接电话呢 就没这事了嘛 我就不会到单位去了 我关键我联系不上他 他跟单位能联系 所以只能单位领导 他能在什么 他这样一闹的话 等于你们所有的隐私 所有的情感的关系 全部就都公开了 都已经公开了 他其实不是说 在现在公开 因为每一次 我们在吵架的情况下 因为一点小时吵架 他都会上我单位去 打去骂的 去一次也有时候更厉害 他是连绵加厉的那种感觉 所以等于谈也没有用 对 我跟他沟通不了 躲也没有用 对 现在就是 我现在班也上不了 如果你要去上班的话 上班他就上单位堵着我 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他说只要我 得不到你的情况下 我让你一无所有 这是他说的 现在他也是这么做的